黃毓民議員 主席 共產黨特首梁振英 與商人局長吳克劍 硬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激起全城義憤 九月七日 晚上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成為國際新聞 港共政權 心不甘 情不怨 被迫各自課程置人 上任不足一百日 就灰頭討念 可謂救游自取 來自教育界功能組別的葉建源議員 今日有幸抽到這個會期 第一個議員的議案 恭喜你 要求撤回這個課程的置人 本席認為葉宇言實在說得不夠 我們必須加以補充 本席在去年六月十六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民主黨何俊仁議員提出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議案辯論中 已經明確指出 課程沒有必要 當時我亦引述 民國時代的自由主義學者 胡錫枝先生的一段說話 來宣示我的立場 胡錫枝先生說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 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 求國家的自由 我對你們說 憎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 憎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 特區政府利用行政手段 有時港人從小便要開始認識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政權 並且還要加以遇揚 我們當然要在原則上反對這種奴才教育 認識國情必須以理性認知的角度 對本國的文化、歷史有尊嚴的知覺 而不是從道德動機去灌輸外國思想 所以香港只需要完整的公民教育 和完整的中國歷史教育 根本就無需設一個備受質疑的洗腦國民教育 教育局長吳克劍剛才說 中國歷史科 在小學中已經包括在常識科中 初中必授課 高中選授課 這已經比回歸前有很大的改善 你根本就在歪曲事實 在通識教育、中史、西史等 相關的科目裡 基本上你溝探了中學的中國歷史課程 我在上一屆教育事務委員會的階段裡 我們亦與中學教師 亦見過教育局局長孫明揚 他們對於中史 淪落到高中或小學 被人溝探 覺得非常憤怒 你當局長 你還在歪曲事實 可謂無恥之極 還有一個極為無恥的 特區政府港共政權的成員 就是行政會議的成員張志剛 在本月初的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之中 大方揭持 以黑名單、知識球迷等 比喻學民思潮 更值著質疑經費來源去揣測 這些反國民教育運動的年輕人的政治動機 用這麼下三濫的手法 實在令人發自 明代王宗熙的名義代訪錄 其中學校編提出 學生乾淨乃是衰世之事 而且是三代為風 在那個時代 就算是東漢時代 漢朝的學生走出來乾淨 就是因為是一個衰世 今時今日一個開放的社會 年輕人走出來反對國民教育 竟然被張志剛質疑他們的政治動機 抹黑 一個行政會議的成員 不顧分裂抹黑醜化學生發力的社會運動 用心可諸 主席 胡錫芝也在1920年的神報五四紀念號裡說過一段說話 大家也可以參考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 政府太卑劣了 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 那時候干預政治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 今次這個反國民教育運動最明顯就是 連政黨都落後於這班年輕學生 正正就是胡錫芝這段說話 在現代的最佳社照 我們這班政黨應該覺得慚愧 這個教育局長侮辱斯文 你政治問責就必須下台 厚顏無恥坐在這裏做甚麼 我告訴大家 教育無謂會會繼續收拾你 主席 其實這段時間都很長 你手上有 現在只有一分鐘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教國民教育 就像我這樣教 我帶學生去天安門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他們說 在1919年的時候 五四運動就是這裏發生的 外抗強權 內除國賊 結果那些學生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抓了 但是 校長和北洋政府的報告 全部都放了 火燒官署 勾打官員都沒事 接著我又會跟他說 在1919年之後 七十年 1989年 同樣在天安門 有一班學生 反對官島 要求民主 結果六月四日的凌晨 被共產黨槍殺 請問兩個北洋政府 事隔七十年 哪個文明 哪個野蠻 敢不敢這樣教國民教育 如果不可以這樣教國民教育 這就是奴才教育 好 好